今天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纪念日 城里广场那边有活动 封路了 一会儿绕过去 俄罗斯在第二站的纪念活动上面 仪式感非常足 这一点非常需要我们去学习 现在我们中国感觉年轻人 非常的缺少血性 从国足就可以看出来 没有一点斗志 技术是一方面 这个意识 这是又是另外一方面 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 已经退场了 虽然说活动很简短 但是这起码有这个意识感 我们中国经历的战争苦难不比俄罗斯少 但是像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 全国各个城市的纪念活动非常非常少 这点真的是要跟俄罗斯学习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经历了两百多天 也是非常残酷的 我们花个城市的纪念活动 第四 beginning 小辣子 主持人 高辣子 大辣子 涂 于